第二 20 По 1 各位青棚好友们 大家听一听啊 现在老杨遇到了难处 要帮他老婆做保险 需要大家的捧场 卉衬啊 您帮忙 有想买的呢 就打电话 铺客人 打了电话 马上到位 来 UP 各位各位 otion盟好友们 这是什么保险啊 是啊 老杨 老杨 那个给我一张宝单吧 你就别买了 你这家里也不富裕 这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保险意识 我早就想给我们俩孩子买的 这不正好一个机会吗 你去给我吧 谢谢红姐了 给 谢谢红姐 不谢 不谢 杨哥 你给我些呗 我不买 我可以帮你推销了 谢谢莉莉 我的本事你是知道的了 谢谢莉莉大歌姓 咱这夜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是不是 是是是 您有了吗 还有谁 早卖给我 小伙儿听好啊 拿保单送信水啊 一举两得过亲不后啊 来来来来 来 都进去啊 进去看看 来来来 没一张 好 拿保单送信水啊 谢谢啊 阿姨 亮亮 阿姨 浩华文娟在吗 不在 浩华给同学补习功课去了 文娟在家做作业呢 找他们有事啊 不是 我今天主要是来买 韭菜盒子的 买什么买呀 喜欢阿姨给你拿就行了 跟着坐着啊 不不不不 阿姨我带钱了 阿姨给拿 阿姨我带钱了 来 您给我来三百块钱的 你拿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买三百块钱的 为什么呀 阿姨你就别问了 谁让您做的韭菜盒子那么好吃呢 那可不成 你这三百块钱实在挺多的 阿姨得问清楚了 阿姨我实话告诉您吧 阿姨我实话告诉您吧 我们家今天请客 人来得太多了 菜都不够吃了 我给他们推荐 他们就派我来买了 来 阿姨您就给我坐吧 来 阿姨您就给我坐吧 来 阿姨放这儿了 我等会儿您 我坐这儿等会儿 我坐这儿等会儿 程 阿姨给你坐啊 好 好 那钱收了啊 好 安 孩子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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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骑的车 压到我书班了 对啊 对不起啊 我没看见 我不是故意的 我管你故不故意 赔我二十块钱 靳老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好啊 谢谢你啊 你刚才太给力了 我这不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吗 咱们不是好朋友吗 帮你 谢谢你救我一命 好啊 你流笔血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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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跟刚才俩人怎么回事 刚才他们俩想勒索我 你没给他们钱吧 我 我大丈夫宁死不屈 我能怕他们 行行行 你厉害 可 可是我的车 每次 你这车都化成这样了怎么办 这可是我哥新给我买的 那这车你打算怎么办啊 扔了呗 这不是新车吗 就换一轮子 待会儿换个轮子 接着用呗 我从来不骑修过的车 那你这不浪费吗 你爸的钱也不是白来的呀 这 反正我爸有的是钱 让他们再给我买较新的就得了 不是 这车你真的不要了 不要了 扔了 扔了吧 那你要真不要 要不你送给我呗 送你 你还是扔了吧 回头我叫我爸买两辆 送你一辆不就得了 不用 这车挺好的 我换个轮子就能用了 你真想要 那你去拿走吧 那谢谢你啊 这怎么了 大致叔 怎么了这是 跟人打架了是吗 没有 就是路上摔了一跤 得了吧 这摔跤跟打架 大致叔还分不出来 还有这车 车怎么了 被人家砸了是吧 是是跟别人打架了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妈为了你和你妹妹两个人 起早贪黑的 你却跟人家打架 这回去怎么跟她交代 你不要冤枉好人好不好 浩华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怎么个路见不平 怎么拔刀啊 来 你说给我听听 是有人欺负我 浩华救了我 那就是你不懂事了 什么我不懂事啊 你不知道别瞎说好不好 浩华是我同学 是他救了我 我们同学之间的情分 你是不会懂的 是不是浩华 你这脸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又跟亮一样了 天亮打架了 我说你这孩子 你怎么成天让我操心啊 问清楚了再说嘛 阿姨 浩华是好样的 我要跟他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是不是浩华 你那个车啊 就先放在我那儿 我给你休息 回头给你拿过来 好 谢谢你啊 大志叔 简良 走 我送你回去 浩华 我先走了 卫红阿姨 再见 我们先走了啊 好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浩华 再见 卫红阿姨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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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今天这事啊 刚才你说你们已经报过警了 警察说会查的 大志叔告诉你啊 这种事很难查 以后放学路上小心点 我才不怕呢 那你现在把你这部山地车 送给了李浩华 你妈不会怎么样吧 她应该不会怎么样 什么 我看不见得 你哪有我了解我妈呀 就 就一辆车 我妈不会介意的 对了 大志叔 我那个自行车坏了 我就送人了 你看你这车这么破 赶紧换了吧 我问你啊 这开好车能长肉吗 不能 那开好车能当饭吃吗 不能 开好车能不生病吗 不能 那不结了吗 车子只是用来代步 节省时间办事方便 能开就行了 无所谓好坏 懂吗 你就是没钱 要是有钱 不是早就买好车了吗 来 看看什么东西 看看 好 要已完成后 请继续 我问你啊 将来长大想干什么 我 我当然是想当我爸那样的大老板啊 每天挣很多很多钱 大志叔 您怎么也会笑啊 我 我当然会笑啊 怎么了 那我每次在夜市上看见您的时候 你都很凶啊 跟个老虎似的 装的 装的 为什么要装啊 因为啊 我必须保护那些 在夜市里做生意的人 不让他们受到欺负 所以 我就必须要装得凶一点 让凶一点 你真搞笑 我认为啊 这个表面特别凶的人 不一定是坏人 哦 那那么说 我怎么算也是好人喽 你 还行吧 啊 哈哈哈哈 金灵啊 嗯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大志叔叔 在夜市里那么受欢迎 当然是 身强体壮 拳头硬 没人敢欺负您啊 靠拳头 那不成流氓了吗 靠拳头最多啊 让别人啊 口服 不能让人心服 你要让别人对你心服口服的话 你就必须做到很多很多点 像是公平正直敢做敢当 甚至于做错事的时候要勇于承担 这样子的话别人才能真正地佩服你 你才是一个真正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嗯 这个我知道 我们老实说过 光知道不行啊 得去做啊 我问你 你想做一个男子汉吗 当然 好 那你告诉我 上次那个撬开游戏机的是谁啊 是文君啊 刚才我怎么跟你说的 想清楚再说 是我干的 是我 但是我也知道 我也改正错误了 您没看我今天去卫红阿姨那儿 买了三百块钱的韭菜盒子 我现在是在帮他们呢 不错 你那么做就表示你很讲义气 啊 如果你能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你将来肯定是个男子汉 嗯 真的 当然了 不过 这还不够啊 想要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你绝对不能让别人 尤其是让一个女孩来替你背黑锅 所以呢 你必须把这件事情 告诉你们老师 把这真相告诉他 勇敢地去承认你自己的错误 做得到吗 做得到吗 我做得到 好 来 来 走了啊 那个大志叔 谢谢啊 你在车里跟我说的话 我全明白了 我明天就照着您说的去做 说到做到 说到做到 来 好 那大志叔再见 拜拜 妈 妈 你这怎么了 这脸怎么回事啊 没事 你这胳膊怎么回事 怎么弄的 这有点擦伤 没什么大不了 什么情况这 怎么回事 别急别急啊 那个 尽量今天啊 被两个小孩欺负了 亏得浩华来帮他 我在路上碰到他们 顺便把他给送回来 对 对对对 就是大志叔说的这样 对了 妈 大志叔在路上 还跟我说了好多好多 做人的道理呢 大志叔还说了 我现在已经是半个男子汉了 是不是 对对对 对对对 以你的聪明 还有你的个性来说的话 稍加努力 你马上就是一个 完全的男子汉了 你听听 听听 完全的男子汉 不是半个男子汉了 好 大志叔走了 您不去我们家坐会儿啊 太晚了 下次好不好 行 好 再见 那大志叔再见 好好好 走了啊 再见 行 大志叔再见 好 拜拜 谢谢你啊 大志叔再见 好 再见 有空一定来我们家玩啊 好 说到做到 好 来 说到做到 好 拜拜 行 大志叔再见 再见 你们都聊些什么了 哦 这个是我们男人之间的秘密 你们女人不会懂的 小心点 好 妈 妈 浩华 你怎么出来了 妈 下这么大鱼 你怎么还在外面啊 妈 车被人偷了 妈 那下大鱼也找不着 先回去吧 回吧 爸 你这手怎么回事啊 没事 没事 报告 进来 进来 有事吗 叶主任 我想说件事 你好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了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 那个 我昨天啊 收摊以后 去银行存钱 我就把我那个三轮车什么的 就停在外头了 从前一出来 车让人给偷走了 那都是我养家糊口的家伙事啊 您得帮我找找 您别着急 您先告诉我 您的三轮车和车上的东西 大约价值多少钱 嗯 三轮车完了 炉子 锅啊 我也不知道该值多少钱 可能千百块钱吧 您也不要太过着急了 我们会通知下去进行调查的 一会儿我安排先给您做个笔录 然后查看一下当时的监控录像 有没有什么线索 但找回的话需要时间 希望您能理解一下 那这段的距离呢 是四厘米 我们纵向 请进 周老师 叶主任 来来 请进 同学们 今天我来宣布一件事情 学校决定撤销对李文娟同学的处分 金亮同学刚才来找我 主动跟我说出了游戏厅事件中的真相 游戏厅是我带李文娟同学去的 偷游戏闭的事情也是我干的 和李文娟同学无关 这些事情都是我的责任 我宣布 恢复李文娟同学本学期三号生的评选资格 同时学校还决定 对金亮同学给予记过处分 好了 同学们 下课了 周老师 走走走 走吧走吧 怎么样 找你哥去吧 走 别说话了 你趴着 快点 昊华 金亮 那个我已经跟老师承认了错误 学校已经恢复了文娟今年的三号生评选 不错呀你 怎么样 我不食言吧 一言济出四马难追 醒醒醒 有个兄弟的样 金亮 你真勇敢 那可是当然的 文娟 古话说得好 一言济出四马难追 我答应你的事 我绝不会忘的 可是现在学校处分了你 你会不会很难过呀 不就是记过处分吗 这事是我做错的 我担了 是记过呀 那可比取消三号学生评选资格可重多了 我是男子汉要敢做敢当 不就是一记过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行 你知道吗 有些东西啊 只要脏了一次 就再洗不干净了 你 那个昊华 你是我哥们 那文娟就应该是我妹妹了吧 对对对 那文娟 以后要是有人欺负你 你告诉我 我帮你出气 你看 给他气的 谢谢他 够哥们吧 好啊 哥们哥们哥们 音乐会锁 这赵总不会说错吧 还挺气派的 那边 你是我的妞 你往哪儿走 你是我的月亮 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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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不对了 感觉没有多了啊 等一下 等等 等一下 在这儿唱歌啊 是啊 就在这儿陪客人唱歌 陪客人唱歌 是练歌 我忘了你是星星娱乐公司 派来练歌的 对对对 是练歌 好 试试 没事 可以紧张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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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吧 干一个啊 干杯啊 美女美女 别看了别看了 来来来来 好 这里坐 慢点慢点 这里坐啊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先唱吧 来 先喝一点 大哥我不会喝酒 就半杯酒 我真不会喝 到这里哪有不喝酒呢 哥教你 来来来来 我先脸根 我先脸根 到这里来不喝酒那行吧 来来来来 哥教你好不好 来 大哥那个 我先上个洗手间 上洗手间啊 上个洗手间陪你喝啊 快去快回啊 好好好 哥等你 好好好 行行行行 哥等你 回 回来啊 一会儿回来 快点回来啊 你会让天贤沛吗 我 拍拍拍拍拍 很配啊 贤沛 洗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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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三碗 来 哥 姐 看着她 别让她跑了 是 是 我去 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 快痛啊 喂 喂 喂 红姐 红姐 我被骗了 就上次那个 新兴月儿公司那个 我在北约路十六号 你赶紧过来救我 好好好 莉莉 你别着急啊 我知道了 我现在马上赶过去 听见没有 你等着我啊 哎呦 这个莉莉就是不听劝 出事了吧 大哥大哥 上个厕所 上厕所啊 让厕所 让厕所 你给我站住 你个小兔崽子 你这脑子进水了 还是被驴踢了 你自己往枪口上撞 现在你让我和你爸的脸往哪儿割 别人还以为我怂恿你的呢 就是你怂恿的 你教我不说实话 教我撒谎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怎么好坏不分 你今天是要气死你妈是吧 气死我你就高兴了是吧 说实话不撒谎 不都是你教的吗 你别动 我教你的东西还拖着呢 你怎么什么都不学啊 你就学这个是吧 你就这点跟我唱反调的能力 我今天不揍你 我不好好教育教育你 爸 爸 救命啊 行行行 行了 他打我 你儿子要气死我了 今天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他 迟到咱们俩会被他卖了 怎么回事 他自己跑到校领导那儿 说游戏厅的事是他自己干的 现在学校给他寄过处分了 你高兴了是吧 男子汉大丈夫 一人做事一人当 哪有叫别人背黑锅的 这叫什么男子汉啊 那个 娘娘 这都谁教你的呀 一套一套的 谁都教了 到底谁教的 老师教的 娘娘 你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怎么不实话实说呀 其实是大智书教的 陶大智就是个混混 那混混的话能听吗 以我看哪 肯定是那个叶汉良搞的鬼 之前不就是取消什么三好学生资格吗 咱们一下子要寄过处分了呀 我去找个算账去 行行行行了 这事就跟叶主任没关系 都是欧大智教唆的 没人教唆 大智书说得对 好汉做事好汉当 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我干的 就应该由我承担责任 大智书 大智书 你叫得挺亲是不是 我跟你说什么了 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现在给你一个处分 以后你就等着别人瞧不起你吧 精灵 看给你爸气的 北京喝了 满酒喝了 来 吃喝了 你一根否则 喝一硝 别说 你负担不弃 来喝酒 我们倒了 来喝酒 喝酒 美女你也喝了 学校剪刀布 美女 就喝一杯 好吗 我不喝 就喝一杯 我真真不会喝就可以了 没事的 美女 美女 我对 我对 你喝 您喝 我真不会喝 我不是来这儿喝酒的 莉莉 刘莉莉 大哥大哥 我真不会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莉莉 莉莉 黄姐 我在这儿呢 快来坐啊 莉莉 莉莉 黄姐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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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你们别这样啊 别这样 什么呀你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让我在这儿陪酒 想闹事啊 你们都是骗子 你们让我在这儿陪酒 根本就不是练哥的地儿 几位先生 给你们换个包房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您换几个包房 这真嫂子 走走走走 来 先生 这杯酒 那边喝去 这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会上这种地方来呢 就被他们骗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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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白纸黑字的合同 是你签的吧 签了合同又不履行 在这儿又哭又闹的 要死要活的 你这不是骗子啊 签人的时候 又没告诉我要陪酒 没告诉你 你问了吗 反正我不干这事 对对对 莉莉不能干这种事 你放她走吧 走也行 留下五万块钱违约金 我这怎么办呢 老白 您不能这样 这 您看您 一看也不缺钱 您大人大量 您就放我们走吧 行吗 我放你走 那谁放我走啊 赵老板帮我找歌手 我是需要付钱的 他走了 这钱怎么办 我是付了五万块钱的 可我是被骗的呀 对呀 老板 他是被那个叫什么 赵老板的给骗了 他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唱歌呢 他 他就是想当歌星 结果被那个赵老板给骗了 您就 您就高抬跪手 把他给放了 行吗 你走可以 但刘莉莉不能走 你得帮我把这五万块钱赚回来 否则 就想离开这儿 红浅 救我啊 别 别急别急 老板 求您了 你就放他走吧 我们这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我们都是那个在夜市摆摊的 莉莉就更不容易了 她打小就没了父母 就靠自己一个人卖点汽水 养家糊口 您就放过他吧 求您了 我跟你说啊 你少跑我这儿唱悲情戏 既然签了合同 就要履行合同的内容 这事没商量 不是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你油言不尽哪 求你半天你还不听 你这不是混蛋吗你 我怎么混蛋了 我就按合同办事 我跟你说啊 我去法院告你都行 你 你你 让你告我 你干什么你 我告诉你合同已经撕了 不算数了 你们必须放我们走走 干嘛 你们想干嘛 别别别过来啊 我告诉你啊 我报警了啊 快 洪宫姐 你太牛了 菜刀都拿出来了 我都吓死了 我牛什么呀 他们要动真的呀 我哪敢还手啊 我早就提醒过你 小心一点 结果你看还是出事了吧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行了去警察局 找警察帮忙 快快快快 快快 这片地儿不错啊 你看这边 一直往西啊 完全盖成板楼 肯定好卖 金总眼眶真不错 最早把这里包下来了 你看 就这一片啊 盖几栋高档别墅 能卖出好价钱 是 将来一定打卖 不过就这个 拆迁工作可得抓紧了啊 总这么拖着 我猴年马月才能开工啊 我问你话呢 这 拆迁赔偿 那不都谈好了吗 想少画样啊 没门 这 但是这是最早谈的那个价格 你说现在物价又有点高 你告诉他 我金某人向来讲信誉 说好的钱哪 我一分不会少给 想多跟我要钱哪 没门 可 可是他们不干哪 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 屁大点事都搞不定是吧 我可告诉你们 现在这社会上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人能干事的 有的是 愿意干就干 不愿意干滚蛋 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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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那农家乐乐 里边特别好 旁边还有一池塘 能钳鱼呢 老大 您喜不喜欢钓鱼啊 小时候钓过 现在多久没钓了 欧大 我跟你说啊 现在这城里人呢 周末就没事都爱钓鱼 吃个农家饭什么的 他们就好玩点这个 今儿我们哥俩带您享受享受 您享受一下 那咱们也是城里人了 那是 五环里可不都是城里人吗 不过欧大 你要再不来啊 以后也没机会了 怎么说啊 这不现在到处都在拆迁吗 我们家这儿也很快拆了 拆迁有没有什么问题 拆迁费 现在还不知道 反正就正谈的呗 不过这个开发商啊 一直压我们价格 不过我们现在都想好了 少于市场价格坚决不能翻 可以 可以 到时候自个儿 把这分寸拿好就行了 好吧 咱别提这扫兴的事了 咱来玩的 行 吃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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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 冲过那水坑 你会不会开车啊 谁啊 我弄死我 金兔子 我弄死你 算了算了算了 站住 奔丧去呢 别让我那瞅见你 欧大 刚刚我跟你说了 就是这金兔子 他开发这儿 他 刚才他建崽一身水 那就是成心的 不是 他是故意的 不就是因为她媳妇跟您 她就是一脏心烂肺坏心眼子 这水溅了咱们一身 这笔账咱们改天再跟它算 好不好 咱先吃鱼去 别耽误心情 知道知道 周科长 我们一定给老百姓 一个满意的答复 可是我们公司也确实有难处 您知道 这贷款是有个期限的 一旦这耽误了工程 那后果不堪设想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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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放心吧 我们绝不会让老百姓吃亏的 我们优先考虑村民的要求 行吗 那就这样 那咱改日面谈啊 周科长 怎么样了 饭桐 连几个村民都对付不了啊 给我拿出点厉害的手段来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我不管 我就给你们三天期限啊 你们要解决完了这问题 你们就在我这儿干 解决不了 就给我收拨盖卷滚蛋 什么事啊 这 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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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快出了个出来 怎么了 怎么了 大事 大事 我们住那地儿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您必须得帮我们 您要是不去 我们就全完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打兔子 金总 我拦他们没拦住啊 去去吧 欧大志 你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了 拆签的事你也管 还带这么俩货 底星人不懂法 你也不懂法是吧 村民的房子是你想拆就能拆的吗 你组织人员强拆房子就是违法 我懒得跟你们啰嗦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我们是拆签户代表 对 我们都是 就你们俩在闹啊 还有你给他们撑腰是吧 他们有事找我帮忙 我就得负责到底啊 你管得到宽 这不公平的事我就得管 你真拿自己当根葱了 你想怎么样 咱们可都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靳总 你要搞建筑搞开发 这本来是有求于村里的 那人家同意了 你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啊 那是人家送财给你啊 是吧 那现在这个物价涨了 大家也都知道 这些村里面的人 要一点补偿也是合理的 我相信 你们公司一定有一个补偿的额度 可你现在 就拿那么一点钱 把大家给打发了 怎么 你在敢叫花子是不是啊 反 反正合同已经签了 那就得执行 我 补偿没谈好 我们就是不搬 对 不搬 你 靳总 你也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 讲究护利是不是啊 你要是这么做的话 那往后的路 不是都给自个儿断了吗 我不用你教我怎么做生意 你以为就你这些流氓手段 就能吓唬住我呀 谁是流氓 你才是流氓呢 你卑鄙无耻下流 强拆防护就是犯罪 我还应该判你个十年二十年 何止啊 直接把这秃子判无期 我看行 靳光玉 我现在是在跟你讲道理 你要是坚持强拆 你也很清楚造成的后果 但我提醒你啊 比你靳光玉 更加有钱有势的那些人 违法也没有好下场 我是给你一个忠告 看你自己怎么选择 你先回去 我考虑考虑 行吗 行 你自己想想清楚 我说的对不对 喂 那拆迁补偿款卷村民的要求发吧 你甭管了 就照我说的办 就照我说的办 我明天要出差 这事就你办吧 欧大侄 早晚要你好看 好了 谢谢啊 走 滚去 好 对了 你哥又帮人补习去了 嗯 他让我先回来的 帮谁补习去了 他也没说 只说是他们班同学 他这也不回来吃晚饭 帮人补习还管饭呢 好了妈 你就别担心了 他又不傻 不会有着自己的 大哥 好事 什么事 金光玉 答应重新签约了 对对对 我们的要求他都同意了 哦 那好啊 您不知道 那些个奸商 太费劲了 就是 你看我嘴都磨破了 去去去去 有你什么事 要不是大哥出面 金光玉能松吗 就是 大哥 就算金光玉是老虎 您是武松 武松打虎 对 就算金光玉是小怪兽 您就傲他嘛 对 扫平他嘛 有完没完 你们俩 偶大 村民都对您感激不尽呢 那个说了 要请雷师傅 我帮您答应了 我说 你们是老板 还是我是老板 怎么一提到吃 连活都没了 不去 跟他们说 干活吧 都是你